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并联电路呢 同学们都非常熟悉 那么另外呢 我们还介绍了 三角形和心形 两种电路的等效变换 我们这两种电路呢 只要满足一定的 它的参数值 到满足一定的条件呢 这两种电路呢 可以互相换 而对于外电路来说 它们是等效的 那在这个 我们应用的过程中呢 那么同学们会注意到 我们反复的 使用了 什么 KCR KVR 还有 元件特性 或者我们简称它为 VCR 这样的关系 就熟练地用这几个 这三者 KCR KVR 还有VCR 我们就能 求出它的等效电路 串联电路等效电路 并联电路等效电路 以及 C星Δ 两种 电路的等效互换 等效互换 那么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另外的几种 等效的方法 你前面讲的不一样呢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一个是 电压源 它是 电压源经过窜冰联以后 它是如何等效的 还有电流源 经过窜冰联以后 它的等效电路 是什么 还有呢 还有两种实际 电源的电路模型 它们之间的相互等效 又是什么 最后呢 我们介绍 一端口 它的等效电路 求解的一般方法 就是 里边不含 独立源的一端口 它的等效电路 又是什么 这是我们今天课程的内容 我们首先来 介绍电压源 电流源的串联和并联 串联和并联 那么这个情况呢 同学们以前接触的比较少 咱们过去接触的主要是 都是单电源 单电源的 那么现在既然提到是 电压源 电流源的串联和并联 那肯定是多个电源的串联和并联 它是什么样 什么样 我们先来看 这个 理想电压源的串联和并联 先跟它的串联 我们看 有这样一个串联电路 这是多个 理想电压源的 串联 串联 那么它的等效电流是什么呢 首先它能不能串联 能串联吗 可以串联 对 因为这个里边我们说 能串联的理由是什么 电压源里边的 中间流过的电流是不确定的 根据外电流来确定 所以这个 我们串联不会影响它里边电流关系 没关系 反正它电流本身就是 由外电流决定的 而电压呢 我们看 油呢 是等于是 US1 一直加上 对吧 加US2 一直加到USN 对吧 所以这个整个回路 我们给它运用什么 KVR 对吧 它油呢 就等于是US1 加 加什么呢 加US2 一直加 加到USN 那我们可以想象 它的这个等效电路呢 最后就是什么呢 也可以是一个US 是不是啊 因为 这个等效电路 也是一个电压源 这个电压源的U呢 就等于它 所以我们说 这个新的电压源的 电压呢 US呢 就等于它们 它的代数核 等于它代数核 这里边要注意啊 这里边呢 这个电压源这样接的时候 它不代表它一定是 顺序接的 正负正负 它的参考方向 它可以反过来 比方说它可以这样接 对吧 另外一个电压源 它可以这样接 再一个呢 又可以顺着接 US1 US2 US3 这整个双联电路 的电压 对吧 那只要反正接的时候 我们注意 它的参考方向呢 对于 U来说 我们这样列开V2的时候 US1 前面是正号 到US2 就是负的了 US3 又是正的了 对吧 所以只要注意 它的参考方向 那么它的等效电路呢 我们说 就可以用一个电压源 来表示 用一个电压源来表示 那么这是串联电路 串联电路 所以串联电路呢 关键就是 它的电压源的电压呢 是原有这个每一个电压源上的电压的带数核 电压源带数核 因为电流本身 我们对它 对电压源的电流本身 我们是没有约束的 对啊 没有约束的 这是串联 我们再来看并联 并联的时候 大家说 我们来看 并联的时候 这个两个电压源里边流过的电流尺 我们都是由外电路的确定 也就是不确定 那么电压呢 这个U等于什么 对它有没有限制呢 U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US1还是US2 都等于 对不对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 在这个里边呢 你要满足 也要满足KVR 那就必须的US1等于US2 所以我们说 对于这个并联电路来讲 必须的US1等于US2 才能把它并在一块 如果不相等 你是不是违背了KVR 对吧 那就会出问题 就是你违背了这个电路原件特性 它本身的这个特性 你会出问题 所以它 就是说电压不相等的电压源是不能并联的 只有它的电压源两个电压呢 相等才能并联 那么这个结论呢 我们其实可以推广到 任意多个电压源的并联 任意多个电压并联 所以它等效电路呢 等于上面这个 等于上面这个 所以我们有一个叫 就是说相同的电压源才能并联 而并联以后 电压源的电流呢 我们依然是不能确定的 不能确定 那我要问大家 咱们想象一下 既然它的等效电路 这个U呢 还是等于US1 或者是等于US2 那我们干嘛要并联它呢 就是我们在实际 实际生活中 或者实际的工程中 我们要把电压并联起来 我们目的是啥 谁能回答我 你能回答我吧 为什么要并联 减少电压源的功率 减少电压源的功率 你的意思有点接近 但不确切 你能说啥吗 同学 你说说 为什么要并联 我觉得应该是 让它比较并联起来 从那个US2电压 并联大 对对对 应该是这样 对吧 你看你本来这个电压源 它本身 一般我们做这个电压源的时候 它的功率呢 一般是有限定的 对吧 额定功率和额定电压 还有额定电压 输出电流的呢 对吧 虽然我们说 从这个模型上来说 好像电流 你可以无限大 只要跟你外边的负载接着 对吧 其实呢 每一个电源做的时候 它都是有限制的 所以我们并联的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增大 整个这个电源的功率 它的输出功率 所以我们虽然是 模型跟原来一样 但实际上 它可以带的负载呢 能力更大了 可以整个输出的功率 其实增大了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说 这个并联以后呢 我们说是 它的实际的 每个里边的 分担的电流呢 我们说是 就是这个总电流呢 可以由他们 每一个电压源来分担 再分担 但这并不意味着 这两个电压源里边的电流呢 是相等的 还是不能确定 不能确定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理想电压源呢 我们电流 两个电流呢 是不是分配 就是一定是这个 电流的二分之一呢 我们说从模型本身来讲 它是不能确定的 不能确定的 我们后边会看到 我们如果是这个 电压源 它创一个电子组以后 我们这个电流 它就可以确定了 但现在还不行 现在不轻 好 我们看电压源 以支路的 创并连的等效 支路创并连 什么叫支路呢 就是电压源 与其他元件的创并连 可以这样理解 其他元件 我们先看 这是两个电压源 分别带的两个电阻 R1和R2 它们串联以后 等于什么 那么对这个电路来讲 其实还是很简单 我们的基本的要求 还是应用什么呢 KVR 对吧 你反正都满足KVR 所以我们列入它的 KVR方程 就得到了 首先 U等于是 USE加R1I 再加US2 再加R2I 对吧 这样它等于什么呢 等于USE加US2 再加上什么呢 R1加R2 乘上I 对吧 那么它的 这两个US呢 加起来以后呢 两个电压源 加起来呢 它的等效电路呢 就是一个US 那么两个电阻加起来 流过于共同的电流 对吧 这又用到什么呢 前面我们讲的 电阻电路的串联 是吧 由于共同的电流流过 所以这两个电阻加起来呢 就是它的新的等效电阻 好了 有的这个表达是 它的等效电阻是不是 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对吧 就等于一个US 再加上一个电阻R 就它等效电路 就它等效电路 所以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出来 这就是 刚才 两个带电阻的电压源 串联以后的等效电路 等效电路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是应用了什么呢 KVR 还有什么呢 VCR的关系 并且分别应用了 电压源串联的等效关系 以及电阻串联的等效公式 关系 我们形成了一个 新的一个等效电路 新的一个等效电路 那么这个大家理解起 比较容易 当然这个结论呢 我们可以推广到任意多个电压源 串联 对吧 并且呢 我们也不一定 飞在每一个电压源上面 都带电阻 对吧 可以有的带 有的不带 反正你是所有的电压源 加在一块 所有的电阻 加在一块 对不对 所以从这个表达式里边 就说 这个US呢 是所有电压源的带书核 这个R 等效电阻R呢 是所有的电阻的 什么 质核 相加 对不对 所以这个表达式呢 我们说是 可以推广到任意多个电阻的串联 任意多的电压源和电阻的串联 得等效 等效 这是讲的是串联 串联 我们再来看并联 现在这是一个并联电路 US 电压源US 并联的一个任意元件 我要问大家 你们说这个所谓的任意元件 是什么呢 能不能是电阻 可以啊 能不能是电流源 啊 也可以 能不能是电压源 电压源要相等 对吧 就是电压源的电压 得和 这边 电压源的电压 相同才行 对吧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并联的是 电阻元件 还可以是什么 电流源 好了 还有呢 还有什么 我们把它写下来 为了大家看起来方便 我们把它写下来 第一个我们说可以 定什么呢 电阻 对吧 第二个呢 是电流源 第三个 可以是电压源 其实这个电压源是我们刚才讲过的情形 对吧 所以它必须做什么呢 电压相等 第二箱子才能并联 条件是这样的 对吧 还有没有 是不是还可以并联受控电流源 是吧 应该可以 就这个电流源呢 其实还包含了受控电流源 啊 受控电流源 我就问你现在来了 能不能包含受控电压源 行不行 啊 刚说了 电流源是可以包含受控电流源的 那受控电压源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对吧 为什么不行呢 我们说 因为你要做的受控电压源 你恰好和这个电 和这边这个电压源 我们说相同的 一般你事先不知道 你很难做到 对吧 你要计算完以后 你怎么知道一定 这个电压等于它呢 不像它是独立电压源 我们一眼可以看出来 知道它两个电压是不是相等 对不对 受控电流源 你不知道的 受控电流源之所以可以 因为受控电流源 它的电流是被别的制度来控制的 对吧 但是它的电压呢 是根据外电路和它本身来决定的 所以它的电压是没有限制的 所以可以和其他原件并联 但是受控电压源不一样 受控电压这个地方电压 如果别的制度确定 它电压也是一个确定的值 那一大多数情形呢 和这个电压源 独立电压源的电压呢 是不相等的 对吧 所以我们说 这个情况是不能并联的 不能并联的 我们说它不能并联 不能并联 所以我们这儿呢 我们说对这个情况呢 我们一定要 要 要当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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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结论我希望大家记住 后边我们解决问题 我们还会碰到 还会碰到 就是说电压源并联的时候 只能并联和它相同的电压源 其他原件呢 只能是电流源和电阻 当然这个电流源呢 也包括受控电流源 不能和受控电压源并联 不能受电压 那么基本条件就这样 基本条件就这样 我们说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外电阻 当作任意一个电阻 对吧 任意电阻 好 下面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 它并联以后 对于这个外电阻来讲 对于这个外电阻 电阻来讲 它的等效电阻是什么 啊 它的等效电阻是什么 你看 这个电阻面对着 左端这两个原件来说 它的电压是不是还是US呢 对吧 那么它的电流 当然是根据这个U 根据这个U U等于US 就等于是 出上一个R 就是它电流RI了 对吧 和这个任意元件 有没有关系呢 其实没有关系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说它的等效电路呢 还是这个电压源 和这个所谓的任意元件呢 其实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说 这两个原件的等效呢 它是对外等效的 对内等效不等效呢 你看 内部原来是一个电压源 并然一个任意元件 现在呢 变成一个电压源了 内部等效不多 当然不等效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边讲的 所谓的等效呢 一定是对于外电路 这个电阻R来讲的 它内部是不等效的 比方说 这个里边有个电阻 是吧 里边有个电阻的话 这时候是不是这里边就有 这个电压源里面就有电流呢 但这个电路呢 电压源里面有电流 没电流 对啊 没电流 所以我们这里边讲的这个 等效等效等效 一定是对其他电路来讲的等效 它内部是不等效的 不等效的 我们后边还会看到类似的情况 所谓对外边是等效的 对内边 对内呢 它不等效 对内不等效 包括它的功率 包括它的 什么损耗呀 什么等等 都是不等效的 当然也有等效的情况 出现 像我们前面讲的是 电阻的串联 电阻的并联 内部情况也是类似的 对吧 比如说 至少是功率 它是相同的 总功率等于分 等效电路计算出来的功率呢 等于原来这个分电路功率的总和 对不对 效果一样 但现在呢 我们看 它内部是不等效的 所以说 这个所谓的等效呢 一定是指对外等效的 对外等效的 那我们大家要记得什么呢 其实呢 你现在这个里边 不管是哪种情形呢 我们讲的等效呢 都是对外来等等效的 即使是 讲创联电阻 和并联的电阻 这种情形呢 我们主要考虑的 也是对外等效 对外等效 所以这一点非常关键 就是对外等效 内部当然不等效 内部 对吧 内部当然不等效 好 我们再来看 理想电流源的串联和并联 先来看并联 并联的时候 我们说 对于这样若干的电流源并联 对吧 那么由于电流源的电压是 怎么说呢 是由外电路来决定的 它主要是电流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对它 主要是应用什么呢 KCL 对吧 就对这个节点 这样一个广义的 对它应用KCL 那我们就可以得到 这个总电流RI呢 应该是等于 这个每一个电流源的 电流的代数核 代数核 也就等于是 RI等于RS1加RS2 一直加到SN 那么这里边 同样要注意参考方向 这也就是说 有的电流源呢 它的参考方向 如果是朝下的话 那这个核式里边就应该 有一个负号 对吧 就在这个电流源前面 它就不是正的 而是负的 所以这个式子呢 它依然是一个代数核 代数核 代数核 那么这个结论 当然一直推广到 RISN 所以就并联的 电流源的是并联的 它的情形是 比较简单的 比较简单的 那么它的等效电路呢 就是一个电流源 箭头朝上 箭头朝上 所以这个表达式里边 我们大家注意啊 像电安源一样的 我们说它的参考方向是 很关键 你看在这个表达式里边 我们说这个是 RI等于RIS1 那是由于你这个 电流源已经标了 这样的参考方向 对不对 它和这些电流源呢 正好是一个核式 如果其中一个电流源 参考方向朝下 那么这个核式里边 对于这个电流源呢 前面就应该有个负号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说 这个等效电流源的方向呢 就和你之前 等效之前标的 这个参考方向呢 是相同的 这一点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对吧 你可千万不该 等效完 把这线都随便 手一标 标到下面去 那肯定不对了 就这个方向呢 一定要对应着 你这个表达式 对应着刚才的 这个参考方向 是一致的 因为 这个表达式 是对应着 等效之前的 所标的 这个总电流的参考方向 所以等效以后的 这个电路呢 参考方向呢 和之前的 这个总电流方向 应该是一致的 就对了 就对了 对吧 所以这个参考方向 不能标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 电压源 我们觉得也是 也是一样的 电压源 对吧 就这里边也是 这个方向呢 这个电压的方向呢 是 左边是正极性 右边是负极性 再往前呢 我们说 这个电压的正极性 在左侧 右侧是负极 负极性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所以我们说 没有参考方向 就没有表达式 到底就在这儿 我们所有的这个表达式呢 都是建立在我们 标定的参考方向之上 写出来的 写出来的 这是并连的情形 我们来看串联 那么对串联来说 大家想象一下 如果是一个串联电路 我们要把它 它的等效电路呢 首先它串联有什么要求 是不是也应该相等呢 对吧 这个正好和 刚才讲的 电爱源的并电的情况 是完全类似的 它的约束是 由于受到KC2的限制 你这辆电流 必须得相等 你才能串联起来 如果不相等呢 你把它串联起来 是不是破坏了 它基本的元件特性呢 你本来是 R1就等于R1 R1就等于R2 怎么能让它不相等呢 所以一定的相等 一定的相等 所以串联的条件呢 就一定的相等 它才能得到这个 得到它等效电路 那么显然呢 我们由于它的电压 是由外电路确定 是一个不定制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说是 它的等效电路呢 在它两个电流源相等的情况下 等效电路呢 就是一个电流源 而这个电流源的电流呢 就等于R1 当然也等于R2 R2 R2 所以这里边 等效呢 我们说 只有相同电流源才能串联 每一个电流源的端电压 依然是不能确定的 这话我问的跟刚才是类似的 既然电流源 等效电路以后的电流呢 还是RIS 我们为什么要把它串联呢 你看 原来电流是比如说是5A 现在还是5A 那我们干嘛要把它串联起来呢 是不是对外我们可以 有更高的电压呢 或者换句话讲 在相同的电压下 我们这个每个电流源所 分担的电压是比较小呢 对吧 比如我们一个电流源做出来以后 它的额定电压 或者说它的绝缘水平吧 它的耐压 比如说是100V 现在外边的工作环境 要求它是200V 那你是不是 如果两个电流源串联起来 它每一个电流源上 分担的电压就是100V了 对吧 所以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起到这么一个作用 当然我们说 在实际情况下呢 我们真正这样做的情形是很少的 这里边我们主要讲的是什么呢 还是电路模型的问题 是不是啊 还是电路模型 但从道理上讲 它是把一个总电压 等于分担着这些 每一个电流源上了 所以它对它的这个工作的要求呢 就降低了 这样就好一些了 对吧 这样就好一些了 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虽然讲的是模型呢 但是我们讲它的时候 一定要联系实际 我们能想到这一点 想到这一点 好 这是串联和并联的情况 我们再看 它和支路的串联和并联 电流源与支路的串联和并联 先看并联 先看并联 这是电流源和电阻的并联 和另外一个电流源和电阻的并联 然后把它们再联起来并联的一块 好 对这个电路呢 我们依然可以写出它的KCR方程 也就是这个RI呢 等于这中间它们电流的支合 支合 对吧 我们来写出来 等于这个表达式 好 大家看 这里边是RISE 因为和这个电流方向相同 所以是正的 对吧 那么这个 U除上I1呢 是什么呢 是这里边的电流 对吧 那么这个式子表达式 本身U除I1呢 是不是已经有 假设是这个电流方向朝下呢 对吧 你看 U是正极性在上边 负极性在下边 那么这个I呢 和它如果取得关联方向的话 那它应该是 电流呢 从上到下 对吧 从上到下呢 那就和这个RISE的方向是相反的了 对吧 一个朝上一个朝下 所以前面多了一个负号 多了负号 那么同样的这边是 负的U除上R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好 现在呢 我们分别把电流源和电流源合并 对吧 电阻和电阻 我们把它合并 合并 那这个得到的结果呢 我们说就成了什么呢 两个电流源的 得到一个心的电流源 它就是RIS 它的值呢 RIS值呢 就等于RIS1加RIS2 而这个心的电阻呢 R呢 实际上就等于什么呢 R1和R2的 什么 并脸 对吧 就这个地方的表达式实际上是什么呢 是R1分之1加上R2分之1 等于这儿的什么呢 R分之1 那就是并脸 好 这样我们就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电路 那就是一个电流源和一个电阻的并脸 对吧 都这个并脸 那么这个结论呢 我们说可以推广到任意多个电流源和电阻并脸 以后的并脸 对吧 以后的并脸 所以这个情况呢 我们也很容易掌握 也很容易掌握 因为它 我们很容易把它写出它的表达式了 对吧 那么下面我们说要 难的呢 是什么呢 是电流源和任意元件的串联 这个情形比较难 比较难做 我们来看 电流源和任意元件串联以后 由于电流源的电流 它的元件特性的限制 是不是对外边输出呢 是有什么结果 是不是还是这个电流源的电流呢 对吧 那么因为它的电压本身就是不能确定的 是由外电流去确定的 那么即使加上任意元件的电压 反正是由外电流来决定 那么我们这个U呢 其实本身就是个任意制 对不对 所以我们说它的等效电路呢 应该是一个 还有电流源 那么现在问题在哪呢 就是说 我们这个任意元件 能是哪些元件 我先问答 是电阻行不行 可以 对吧 是电压源行不行 也可以 是电流源行不行 必须得相等 对吧 是受控电压源行不行 可以啊 是受控电流源行不行 不行 对 我们跟你刚才讲的这几点呢 大家对我都把它都说出来了 对我都说出来了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把它也待会把它总结下来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样一个电流源 加任意元件的串联 它对外来讲 我们说 它还是个电流源 我们说也是对外等效的 对外等效的 对外等效的 对内呢 当然不相等 对吧 因为通过外边 加了任意元件 我们看 这个电阻上实际上 分担的电压呢 这两个电路是不一样的 对吧 比方说你并能 创联那个电阻 对外电路来讲 如果电是确定的话 根据你这个 表达是我们计算出来的 这个端口处的电压 电压 是不是被这个任意元件 分走了一部分 对吧 它这个电流上 承担的电压 是不是要小呢 实际行程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这样的 所以这个地方呢 大家就要注意 通过这样一等效以后呢 原电路上 实际上它存在的电压呢 要小一些 它的电压的一部分呢 被这个任意元件分走了 分担走了 分担走了 对吧 分担了 好 我们把这几种情形 我把它 我们总结一下 就是电流源 串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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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任意元件 对吧 对吧 它可以第一种情形 是电阻 对吧 创立一个电阻 可以 第二种 可以是一个电压源 这可以什么呢 是包含了 输控电压源 第三种 是电流源 但是呢 它的什么呢 电流值必须相等 只有这三种情况 对吧 那么创联以后的电路呢 我们说 它的等效电路呢 还是这个电路源本身 还是原来那个电路源的电流 跟原来电路源 电流是相等的 注意啊 在我们经过 这样的等效以后呢 我们对于外电路来讲 实际上相当于 我把这个任意元件 我不考虑了 对吧 实际上不考虑了 我们在后边的 分析里边 大家会注意到 比方说 我们在后边的 接线电压方程里边 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形 比方说一个电流源 我们创了一个电阻 在方程里边 这个电阻呢 就不存在了 因为你的等效电路里边 你只有这一个电流源呢 对吧 它对外的作用 就相当于 这一个电流源的作用 那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元件 对吧 没有这个元件 所以这个情况 希望大家注意啊 过去我们也 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同学们 做的时候 在方程里边呢 把这个任意元件 比方说电阻 它依然考虑了 在方程里边 实际上是重复考虑了 重复考虑了 对吧 因为你已经把它当作一个 一个电流源来对待了 那怎么还会有它的因素 起作用呢 对吧 我们这里边讲的呢 只有讲到又回到原电阻的时候 我们考虑这个电阻上的功率 考虑这个电流源上 电压的时候 我们才会考虑这个元件 这个元件 否则呢 只要对外等效 那就是它 所以这个元件的作用 已经不起作用了 在这里边唯一起作用的 就是这个IS 就是这个电流源的 电流在起作用 其他的都没关系 都没关系 所以这个等效呢 我们要真正做起来呢 的确是蛮复杂的 蛮复杂的 那么今天我把这个情况 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 就是希望同学们在这里边 替你们把这个情况 我们都总结出来了 总结出来了 那么回 下来以后呢 我们还要把这个 我希望同学们把这个 他们这个内部的情况 再反复推敲一下 因为对外边是一个情形 对内呢 它还有很多的问题 值得我们思考 我希望下来大家再把它 再深入考虑一下 好 这节课我们先讲到这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